接著我們就開始介紹我們要做的實驗 就是我們開始要分離物質 我們就所謂的以前叫食鹽的精緻 現在叫做食鹽跟沙的分離 我們給各位的是木炭粉 就是我們會給各位鹽巴 以前所謂粗鹽 那現在我們沒有粗鹽就是給各位鹽巴 加上木炭粉 喇喇也會混 可不可以讓你欣賞一下它的狀況 然後倒在 放在綠紙上 看它會不會分開什麼之類的 廢話 但是不會分開嘛 然後把它加水溶解 然後呢 把綠紙對折再對折並失去一小角 綠紙對折再對折的意思是這樣 來 這邊有一張綠紙 看到我嗎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這裡看到我 來 看到我 綠紙對折 綠紙對折 然後從任何一邊 這一邊或這一邊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就會有個地方比較厚對不對 有那樣比較薄對不對 像厚的這邊 撕掉一小角 撕掉一小角 OK 我曾經問過同學怎麼做 對折再對折 撕掉一角 是哪裡 他說 是這裡 那不是一個洞嗎 就 毀了嗎 所以就叫做對折再對折 必失去一小角 為什麼等一下告訴你 為什麼等一下告訴你 然後呢 把裝置裝好 就這樣子 就是裝置 然後倒下去 跟你講的順著撥棒倒下去 然後它的濾液就會通過濾紙下來 那個木炭粉不溶就留在上面 我就把木炭粉 這邊寫著沙子 跟濾液分開 這個方法叫做溶解過濾法 還記得是利用什麼不同嗎 溶解度 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把它分開 溶解過濾法 然後呢 就把濾液倒在我的蒸發米當中 也一樣順著撥棒倒下去 然後把它放 把蒸發米放到 火上去煮 要隔著一個陶瓷纖維網 還記得為什麼嗎 受熱均勻 然後煮一煮 那個水就會跑掉 然後鹽巴就有結晶留下來 這個叫做蒸發結晶法 還記得是利用什麼性質不同嗎 廢點 水的廢點低就先跑掉 然後呢 這個鹽巴廢點高就留下來 廢點不同 把它分開 就是實驗步驟 就得到你的鹽巴 然後課本上有說 你可以拿一個錶玻璃 放在那個杖瓶的上面 因為它會噴 啵啵啵啵 可能會噴出來 譬如它跑下去 或者漏斗 漏斗的好處是那個氣可以跑掉 錶玻璃的話就會變成在上面會凝結 放個漏斗 OK 第一個 為什麼要對折帶著 為什麼要撕掉一小腳 為了要貼緊漏斗壁 避免翹起 貼緊漏斗壁 避免它要翹起 避免翹起 OK 然後過濾的時候漏斗頸要貼緊燒杯壁 幹嘛 避免綠意見起 古時候 古時候當課本沒有明示要避免綠意見起的時候 參考書的寫法是要利用附著力增加過濾的速度 利用附著力增加過濾的速度 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OK 還有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 不要倒太多啦 倒下去的時候那個水不能超過濾子 不要它從邊邊跑掉 它從濾子通過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 考試會問的問題 它是混合物 你過濾出來的東西叫做食鹽水 食鹽跟水 所以它是什麼 混合物 它不是純物質 所以你要再做個動作叫做蒸發結晶法 你才會得到純物質的鹽巴 所以那個濾是一個混合物 濾是個混合物 就是精緻食鹽我們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OK嗎 OK OK